來看一下,上個禮拜大概基本上就是講了三個範例吧 第一個範例就是拆數字遊戲 然後假設我需要寫一個程式是可以拆1到20 所以會需要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要產生亂數 亂數的話我們是利用Random 有一個Random的模組 裡面有個方法叫Random Range 利用Random Range幫我產生1到20的數字 也就是電腦自動從1到20之間亂數抓一個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重複 所以你下一次在執行的時候 它又會從1到20之間隨意抓一個數字 當然你就要去猜 當然不可能說那麼容易猜對 因為1到20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怎麼樣 它產生一個亂數了 那你要怎麼去猜 所以後面理論上應該是要有個輸入的介面 input 然後使用者輸入之後的話 再跟那個亂數比對一下 那比對的話 結果理論上邏輯應該就會有三種 要不就是比那個亂數還要來得小 有沒有 所以提示一下 你這個太高了 把它低一點吧 那另外就是比那個亂數還要來得小的話 就提示它 那比亂數還高的話也提示它一下 所以要不就是大於要不就是小於 另外的話第三種可能性就是等於 所以邏輯判斷的話 基本上就三個 那我有兩種寫法 上個禮拜部分的話 在第四單元吧 第二單元 第三單元裡面 那我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在比較底下 就是第一個寫法的話 它的好處是比較順著的邏輯 但是它缺點就是說 你變成說你有很多地方會重複要輸入的 所以你會放這邊輸入嘛 那這邊又輸入 那這邊又輸入 為什麼 因為如果猜錯了又要再輸 所以猜錯的地方又要再重複輸入了 所以後來我把它改成另外一個寫法 我覺得會比較順 所以理論上後面 只要是寫類似的就是說 反正我要讓它猜 但是我猜的數量不確定的話 那理論上我會用壞回圈 那壞回圈的話呢 理論上後面是一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的話呢 當然理論上為true的話 就做下面 做這個底下的這個程式動作 但是為false的話就離開喔 OK 可是喔 如果假設啦 你壞回圈裡面喔 後面也有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變成你上面要輸入 程式裡面要輸入 所以其實滿混亂的 所以我上個禮拜講喔 如果我寫的話 我習慣會寫這樣 就是喔 輸入的話我理論上 我不會在這邊上 壞回圈上面輸入 我習慣喔 會在壞回圈的裡面輸入 那好處就是說喔 我只要輸一次喔 那反正呢 上方一定就是壞我一帽號啦 反正壞一帽號意思是說呢 不管怎麼樣喔 我一定要進到回圈 所以喔 如果你有壞我一帽號的話 那對照的話呢 一定會有個break啦 也就是說喔喔 我一直不斷進到回圈 那當什麼情況下要離開回圈 所以喔 那當然喔 一定是當什麼呢 他不是小於也不是大於 他是等於的狀況喔 那就恭喜答對了 然後並且離開喔 那其他的話不能離開的話呢 那就是會跟他提示一下 如果什麼G小於RND的話 那跟他講太低的高一點 反之的話太高低一點 OK喔 那基本上這樣寫一個 不確定數量的一個回圈 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OK喔 所以喔這個經典版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模式 可以棄一下 以後的話不管啦 反正就是亂數產生嘛 然後不斷拆 然後呢 什麼時候結束呢 就是當他拆對的時候結束 所以會有個break 那反之就是高跟低嘛 那這樣程式就寫出來了 OK喔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寫出來第一個 後來我有做一個變化題喔 這個變化題就是 只能拆三次 那只能拆三次的話呢 有幾種 有兩種 至少兩種改法 一種的話 如果你還是堅持用快回圈的話 那你要在這邊加一個變數啦 有沒有 計算他的數量 所以 限制只能拆三次喔 那應該加哪裡比較好 這個也還蠻重要的 以後的話 第一種方法就是加一個c啦 我這邊底下有加一個方法2的地方 那也就是加一個變數喔 這個變數的話呢 反正你還沒拆就等於0嘛 那你每拆一次就加1 每拆一次就加1 那最後呢 判斷條件如果它等於3的話 那表示它3次 那我們就離開回圈 所以會有個對應到break啦 上面的話就是一個敘述 讓他知道說 喔你拆錯啦 所以最後貼心一點告訴你說 那個run是多少 直接告訴你答案是多少 OK 所以限制只能拆三次的話 也可以這樣寫 OK 那另外一種寫法就是 你不要用file回圈 你用什麼 用for回圈 因為file回圈是不定數量 OK 所以另外一種寫法是 你可以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1.4到123嘛 然後如果當它3 因為它只跑3次嘛 1 2 3 所以呢裡面的話 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i等於3 3等於第三次囉 OK 而且沒拆對的話 那g不等於rnd的話 那底下就跟它講說 你猜錯了啦 OK 然後呢並且一樣告訴你答案 但是這個地方 你說老師 那file回圈為什麼 這個底下沒有一個break 因為它3次就離開了 所以 不需要像file回圈 一定要有一個break的敘述 這個可能要 特別注意 至於哪一種寫法 比較OK 當然如果以那個 程式的 那個什麼 行數來算的話 當然file回圈比較精簡 有沒有 可是呢 唉 這個看個人啦 如果你覺得 不過我是覺得 以比較直覺的話 下面這個方法 好像比較 比較直覺一點 為什麼 因為像我的習慣 我剛才加一個 加一個技術器就好了嘛 有沒有 然後再判斷 這樣感覺好像會比較直覺啦 OK 不過這兩種都OK 看個人習慣 另外還有寫一個那個mine's CIA 這個我就不贅述了 底下 我有把程式放在那個mine's CIA這邊 OK 那其實寫法 导跟剛剛的寫法其實還蠻像 一樣是file移毛 一樣有random 那差別是說呢 因為 月份的部分 總共有12個資料 所以12個資料以前如果說呢 我要用一個變數來放12個資料的話 那你放一個自串 不過因為是一個自串喔 只能放一個資料 那如果你有12個英文單字的話 喔 跟各位講 如果你有大量資料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一定要學會一個資料型態 就是所謂的串列 那個串列呢 跟之前的那個 這個自串有什麼不一樣啊 自串就是前後雙以後嘛 可是如果你是個串列的話 前後記得喔 是中瓜符喔 OK 這個可能要 特別小心一下 中瓜符這個符號 OK 中瓜符裡面就放串列就對了 那資料跟資料中間加豆點 就OK的 這個其實應該蠻可以理解的 那其他程式語言叫 叫正列啦 叫array 不過其實 你其實可以理解成 一樣的東西喔 但是串列跟正列最大不一樣喔 就是呢 串列裡面是可以放不同 形態的資料 有沒有 這邊不一定全部都要自串 你可以自串 你也可以裡面放數字 你也可以放其他資料 形態 甚至呢 串列裡面還可以再放串列都沒關係 但是呢 正列不一樣喔 正列只能放單一型態喔 OK 這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喔 然後再來的話 就第五個單元 第五個單元很重要 因為剛剛一直提到串列 串列的話呢 是可以放大量資料 有點像以色列裡面的那個 一個範圍吧 有沒有 大量的範圍 那以色列之所以大家蠻愛用的喔 我是覺得第一個喔 它很彈性 也就是說你那個儲存歌 你不用宣告說 你只能放文字 或者你只能放數字 不用隨便放什麼都可以啦 而且你字可以放一大二堆沒關係 它沒什麼限制嘛 OK 另外的話喔 它是看得到的啦 那這個 其實跟那個串列 有點異曲同 在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 以色列裡面是看得到的 但是 串列是看不到的 串列在記憶體裡面 差別在這裡 那 串列裡面的方法喔 底下有個圖表啦 我們上個禮拜用到幾個方法很重要 包含什麼呢 你如果要算串列裡面的數量用LEN 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要把資料放到串列裡面的話 就用append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要產生一個空的串列的話 記得喔 反正串列名稱 等於一個空串列 空串列就是空的中瓜湖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產生啦 那至於其他的一些方法 你們自己大概 大家了解一下喔 所以 所以 最後我們其實是有講到輸入乘7嘛 有沒有 所以 增加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呢 當它不等於-1的時候 那我就是把資料放到這個 這個串列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insgo 就輸入的那個乘7 就會被放到這個串列裡面去喔 這概念要很清楚喔 因為以後很多地方都會有類似的用法 就是我只要 想要把很多資料放進去的話 那我會先開一個空串列 然後再用append把資料放進去 放進去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是把成績算完之後喔 最後是把那個成績 最後-1之後離開喔 然後total加總 並且算平均嘛 還有最高最低分 這個是上個禮拜最後做到的喔 那因為呢 如果你逐一的輸入 其實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理論上喔 我們可能會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 哪個地方喔 我們這個專案的 這個專案我是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尾啦 我是存在哪裡呢 我是存在這個C點底下的 一樣啦 乾脆放這邊好了 比較不會找不到 python384底下好了 那我是把它存成一個名稱 叫成績.py 點py就是 python的那個 這個 module的那個 模組的那個 副檔名 點py 然後把它存在這裡喔 另外的話 我也在這個 這個目錄底下 C點底下的 python384底下 也建了一個 空的一個文字檔